这也好久没有发这个抓皮皮虾的教程了 在海鲜的泥巴地里面看到这样的圆锅漏洞黑不溜秀的种 你找点知识给我赌一趟 这百分百是个皮皮虾的动 如果怼出来了给刘个双进 刘个关注 如果实在出不来的话 那我就不要了 刘个关注就行了 来吧兄弟们 八爪鱼天生爱钻洞 那是它的天性 但是钻去以后咱们怎么用什么方法 给它给弄出来 这爪都揪舌了 不出来 费劲了 谁有好的方法教教我 老铁给个双击给个关注 七点半赶海直播了 哈喽朋友们 为了让你们看看哪地方的隔离多 我今天特意跑到人家养殖隔离这种地方 你看拿那个勺子随手巴了巴了 就这么多的隔离 有些人一进来习惯性给了个双击 有些人救不给救不给 给关注吧 给关注看我赶海直播 兄弟们啊 小河柴陋尖尖脚 没想到沙单上面这个鱼 不知道怎么回事 埋葬在了沙里面 咱把它给救出来 不知道能不能抢救的活 嘿嘿嘿 有老铁一进来 发现第一次见到这么长的鱼 会给咱一个双击 算了吧 还是别要 要你们也不给 加关注看我直播 很多人跟我说 你讽刺那么少 就别那么拼了 可是又有谁懂得 咱这个年纪背后的心酸 今天还是给你们带来了 解剖鱿鱼的段子 哪怕只要有一个人 给我双击 我也感觉到知足了 因为他这是对年轻人 最大的鼓励 如果你也是 奋斗路上的年轻人 那么就留下你的双击 加关注看我每天 加关注看我